把刚刚的第一个动作 我们是希望怎么样 把那个产生 插入这个枢纽分析表刚刚的动作 把它录制下来 那录制的这个聚集名称的话 那个Sup名称我们也许叫什么 也许叫枢纽分析表 然后后面加一个聚集好了 这个名称可以自己取 那接下来我就做刚刚的 在做之前,一样,录制聚集 然后聚集名称的话,就取这个名称好了 OK,按确定 那确定之后的话 我就把刚刚的动作做一遍之后 把它录制下来 OK,其实我们的需求是 我想要统计这家公司的 所有业务人员的业绩 排名由高到低 这个结果的报表帮我产生 那这怎么做? 第一个按确定 然后乃一插入枢纽分析表 然后他自动会选到这个范围 因为游标放在这个范围就可以了 他自动会选这个范围 那应该没错 到2500 2500 2500 列 OK,按确定 那接下来的话就把业务都拖拉到列 就是我要统计这个业务人员 B4的这个储存歌 那你在利用资料里面的排序 直接Z到A就好了 那就是高的排到D 看谁的业绩最好 OK 好,这样的话呢 然后我们就完成了这个第一个录制聚齐 让我们把它聚齐度停止掉 OK 好 那第二个聚齐的话呢 其实第二个聚齐其实就分割工作表 所谓的分割工作表就是怎么样呢 就是点两下没有 他就跳出来 那其实我发现他录这一行 他这个程式基本上只有一行而已 所以我把它录一下 所以再来的话录第二个 录制聚齐 这个聚齐的话是叫做分割工作表 那我的聚齐 OK,然后按确定 然后快点两下 这样子OK 我们来查看一下 到底要把它停止一下 再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来我们就把刚刚的那个录制下来的聚齐 找一下 那个聚齐这里面可能 那就书纽分析表 聚齐刚刚录这个 按编辑就可以了 或者其实你可以直接开那个VideoBest 然后找到你自己的专案的位置 我们的专案应该是在这个 OK 然后模组就是我们录制的东西 所以录两个嘛 这个第一个跟录第二个 那你会发现 分割工作表程式非常简单 就游标 等于是先选取B4 然后再去利用它有一个方法叫Show Detail 其实你看RangeB4 点Select 会产生Select的动作会产生一个Selection 所以其实通常这两行可以把它并成一行 也就是你可以干脆用什么B4 Show Detail等一处就好了 这样子就等同什么 你就在那个B4上点两下的意思 所以未来如果你假设说要把其他的资料要全部分割出来的话 很简单 你就是B4一直到多少B4B5B6一直到底下 你就是4到9全部跑完那就OK了 那如果你要知道范围Ctrl向下也OK 减1就好了 它好像一个总计嘛 你就是把它向下追踪可能是10 10减1也就是4到9全部帮我跑过一遍 那这样的话工作表也就分割了OK 那分割比较简单 比较难的是什么呢 我们刚刚录这个 这个书牛分析表 它到底里面录了什么东西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各位可以可以发现 这地方录的东西 首先第一个它会自动怎么样 这个应该可以慢慢可以看得懂 Add Add是什么 就是新增工作表 而且如果后面没有任何参数的话 那自动就放到前面去了 OK Add其实它预设是Before 不是After OK 然后所以如果说你将来 假设Add之后 你希望让这个工作表名称 重新命名成你要的名称 你就是什么 点点就好了 把它重新命名 就加一行就可以了 再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里面 有哪一些地方可能需要 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你会发现它就是Active Workbook Workbook只是工作部 指的是这个Excel的档案 它里面有一个叫什么 这个叫Pivot Pivot的Catch 就是指的是枢纽分析表的Catch 要Create一个什么 Create一个枢纽分析表 那其实我跟各位讲一下 里面的话可能会特别特别注意的地方 我是建议以后如果你看到 像它里面有所谓的Version 冒号等于6的话 版本部分 我是建议你就直接把它删掉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没有把它删掉的话 你将来到别的Excel开起来 会出错 因为其他你可能开起的版本 不见得跟这边的版本一样 那如果你的版本假如入制的时候是在这个版本 你跑到别的版本去就会挂掉 所以通常如果我今天要把这个里面的句集拿来用的话 上面这个我通常会把这个删除掉 那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基本上第一步就是新增工作表 那如果说我今天底下假设要把它把它重新命名的话 那还记得吧,序词 那个序词,那个工作表 假设我要把它命名成叫枢纽 如果按下去 那个工作表名称 那应该是第一个吧 因为它一定会先进到前面去 那它的名称的话,就是点面 它的名称叫什么呢? 我就给它一个叫 叫枢纽好了,简称 那再来的话,我是建议 以后如果看到什么version 痘点前面到version版本的部分把它delete掉 这个参数不要加 后面还有个什么default version 这个版本我是建议你也不要加 记得痘点后面这个把它删掉掉就好了 其他的话呢 还有就是它的什么呢? 它的几个地方应该 我看要不要改 这个地方,它的source source的话呢,是从哪一个工作 哪一个工作表 工作表,刚好就这个工作表 有没有?问题05 的这个范围 那应该,这个其实暂时可以不用改 OK 那接下来的话呢,它是什么呢? 那个工作表点slate 点slate的话呢,基本上 还有哪一个出生格 这个如果固定的话会出错 所以建议这两行可以把它删掉 那如果你不确定要不要删的话 你可以在工作 这个工作 这上面的工具列 上面按右键 有编辑工作 我建议用什么?注解 这边有个使程式注解 把它前面加在单 这两行开 不需要 OK 那底下的话 分别 再把它 其他我看还有哪些地方修改 记得我在云端上面 我有把 比较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有把它mark 掉 OK 主要是这个 就是删除version 删除version 其他的话还有就是说 你的那个放在哪一个工作表 它写的是用一串文字 不过我建议如果可以的话 尽量也可以把它改成所谓的 我们的VBA的叙述 哪一个工作表的哪一个范围 哪一个工作表的哪一个 哪一个储存格等等的 那请各位先录制这两个 然后并且稍微注意一下哪些地方需要修改 待会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部分修改完的这个结果 那如何让它可以真的达到我们要的结果 第一就是第一个可以自动产生 第一个就是我们希望按一下它 自动产生一个枢纽分析表 第二个的话再按一下这个按钮 它就会自动帮我再产生其他的 分割的这个业务的相关的资料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先录制两个聚集 一个就是产生枢纽分析表 第二个的话就是在B4上点两下 OK,就细织小细节 OK